阿富汗官員表示,首都郊外一個停車場上的幾十部油罐車被人點火焚燒 塔利班聖請對有關油罐車實施攻擊,警方目前還沒有宣布是否有人員傷亡 塔利班經常攻擊阿富汗北約部隊的運輸車隊 但目前還不清楚這些油罐車是否為北約部隊提供供應燃料 北約部隊正在努力在今年年底前從阿富汗全部撤棍 塔利班因此加強攻勢 如果阿富汗新任總統與華盛頓簽署一項安全協議 大約一萬名美國軍人會繼續留守在阿富汗